张化县政府办理品德教育及心灵成长讲座 第五场22日在园林市公所展开 邀请宝山禅寺住持 世自德法师专题演讲 吸引满满人朝廷讲 因此我想借着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来分享 掌握自己的命运 其实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没有一个人是掌握在他人的手中的 能够了解到命运的主要的关键 那么你的人生才会充满色彩 才会创造出来更辉煌 更有意义的生命 有好多好多的贵妃好朋友 共同来参与 那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我们希望说经过这样子的 一个讲座课程 让我们社会真的能够更加的祥和 宝山禅寺住持 世自德法师讲述佛法故事 深入前出 教导民众避免造恶及修缮的重要性 现场民众一同接受佛法的洗礼 提升心灵与自我成长 公益频道张华允元林采访报导 优优优伤